Pokemon Hi 我是寶可夢 最近媒體一直在炒作這所謂的 三倍振興卷 或是振興三倍卷 不曉得你已經有做過研究 決定要用哪一種方式了嗎? 如果還沒有的話 我在這邊簡單做個介紹 其實這次振興三倍卷的優惠裡面 除了信用卡之外 也有悠遊婦 也有所謂的電子票證業者 或者是實體券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會對於要使用哪一個 真的是搞不清楚 那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簡單列了一個表格 來做個比較 看就知道啦 以回饋的服務來講的話 其實信用卡的回饋來到 最高一千五算是還不錯 對 但是呢 像我們的優遊婦的部分 它其實也是不划多讓 它最高的來到五百耶 其實也不少 像我們這種信用卡的救護 其實了不起就是三百而已 但是你用優遊婦可以來到五百 真的還不錯 但是呢 如果一家裡面有涉及 在台北市的這個 敬勞卡 或是愛心卡的這個吃卡人 你可以拿到最高一千的加碼 也就是說政府給你兩千 然後優遊 優遊卡這個活動給你一千 加起來最高就是三千 刷三千拿三千 真的是百分之百回饋 所以這個優遊卡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厲害 但是也提醒大家 這個 它的活動沒有辦法做疊加 所以如果你使用優遊卡的三百 那就是三百 但是如果你是用敬勞卡 愛心卡的話就是一千 所以就是兩者取其高 那當然就是拿一千的啊 所以 這是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部分 如果你是實體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就是拿這個等同現金的實體三倍券呢 去現場做消費 那就看店家有沒有做加碼 沒有加碼的話就是 試同現金使用 在使用範圍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看刷卡齁 其實只要有刷卡金 能夠刷得過的地方 你都可以用信用卡 但是呢 有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只接收現金的地方怎麼辦 就比較麻煩啦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像優遊卡 你只要能夠在這個 BB 的地方呢 那其實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算是非常方便 因為很多地方都已經是可以 就是所謂的 用這種所謂的優遊卡來做支付 它的使用範圍是 我覺得是比信用卡還要廣泛一點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是現金實體券的部分 這個實體券等同現金吧 所以就是隨處都可以使用 所以這三個不同的支付呢 範疇其實就是有各個自己的特性 那大家就是自己去確認一下說 你自己比較常用的是哪些通路 那你再來選擇你使用的這個 支付工具即可 第三個我們來聊聊這個 所謂的回饋方式 因為這個2000元的振興抵用金呢 它其實會回到你的帳上 那根據不同的使用方式 會有不同的結果 比如說你用信用卡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回饋到你的信用卡帳上 那你基本上就是下一期新增消費 把它做低調 這樣子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優遊卡 或優遊付的話呢 它其實是會回饋儲值金 到你相對應的這個 所謂的支付的工具裡面 如果你是優遊卡的話 就是回饋2000元的儲值金 那如果是優遊付 就是回饋到2000元的儲值金 到帳上 那麼你也可以把它提提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等同現金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一個解任務的方式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實體券的部分呢 那很簡單 那是用掉就用掉了 所以它就沒有那個 拿回饋金的問題 最後呢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所謂的使用難易度的問題 因為說真的 信用卡也不是每個人都辦得下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使用上 有一個一定的門檻 比如說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收入 甚至你還必須是這間銀行的新戶 你才能夠去申請下來 使用上 事實上我覺得你要去做 比較多的計算 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使用優遊卡 或是優遊付的話 你甚至不需要有這個信用卡 你只要有這個銀行賬戶做版定 像我這個優惠先方這張卡片也是優惠卡 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它是對於一般的 學生族群 或者是小朋友也能夠使用的 一個是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就是這個實體券 那實體券其實也沒有難度可言 它就是現金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但它也不太可能給你一些額外的加碼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優遊付的三大優勢好了 這部分是我特別額外整理出來跟大家參考的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交通族群的話 一般上班通勤 都會使用到這個所謂的捷運公車組 非常適合 這就是交通族的首選 怎麼說呢? 因為你平常一定會上下班就會BB 就會使用優遊卡 然後甚至會轉成公車使用U-bike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跟你生活上息息相關 你不用額外再花錢去做消費 那麼就可以達到這個所謂的解政府任務的這個動作 甚至優遊付它有200多個據點 一樣你都是可以就是綁定並且來做消費使用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你就在不知不覺中任務就結完了 那還是有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優遊付它目前的這個NFC感應功能 是指在Android系統 那IOS的系統他們還在努力當中 所以請大家就是給他們一點鼓勵好嗎? 我自己本身是IOS系統 所以這部分我也是覺得有點不滿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拭目以待 希望他們將來可以端出更好的牛肉 給我們這些IOS的使用者 第二個優勢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你這個振興2000元回饋機 你是可以就是不用擔心它會過期的 你放在帳上的話 不論你是拿來綁定這個所謂的1280定期票 然後或者是拿來搭捷運 轉公車或者是WU Bike 其實都可以慢慢把它消耗掉 所以它在帳上你就不會有這個 刷卡金會過期的這種壓力感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可以放120萬個心 第三個優點呢 就是回饋機沒有使用面額上的限制 我們都知道實體券 它就是以200或是500為單位 所以你可能在消費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達到基本的200元的門檻 我覺得是心理上會比較有點壓力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又有卡或又有幅 很簡單 你就是手機或是卡片拿出來閉一下 咦就過去了 那30塊50塊都可以累積 那你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 慢慢的就打到這個門檻 而不用每次都想說 啊我要刷多少又要多少多少 這我覺得是比較麻煩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非現金支付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減少這個所謂的紙鈔的接觸 那麼也可以降低這所謂的病菌傳染的可能性 我覺得就是一減幾個 嗶嗶嗶現在重點來了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到底使用悠遊卡跟悠遊付 怎麼解任務可以拿到哪些回饋 那寶可夢在這邊就直接開中名義跟大家講了 你如果使用悠遊卡就是300塊 你如果使用的是悠遊付就是500塊 那麼大家都會算數吧 500大於300 所以要選當然就是選500啦 多賺200就是要賺 所以一定要選擇悠遊付 悠遊付的話其他回饋真的比較多 這個悠遊付的500元要怎麼取得呢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非常的困難 簡單跟大家講兩個集聚 第一個集聚叫做 著鳥禮 著鳥禮的部分 你只要在前一萬名解完任務的 他就送你200 第二個叫做 達成禮 這個達成禮怎麼拿呢 很簡單 你只要是前兩萬名完成任務的 他就送你300 所以怎麼樣也要搶進前一萬名去解完任務的啊 接下來呢還有一個好看快報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家裡面有家人是涉及在台北市的 並且持有這所謂的敬勞卡跟愛心卡的民眾呢 請你們務必一定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這個活動就是台北市政府來送錢啦 送1000塊錢而且沒有名額限制喔 所以你只要去台北市政府的這個網址 在這邊 你來進行登錄的部分呢 你就符合這個資格 解完任務之後呢 他就是多拿1000塊錢 所以就是政府2000 台北市政府送1000 最高就是3000塊 刷3000 拿3000 這絕對是最划算的一個選擇了 連信用卡都不用辦 來 寶可夢溫馨提醒大家 如果你使用的是敬勞卡或是愛心卡的部分呢 沒有辦法跟這個悠遊卡回饋來做這個combo計 所以就是兩者取其高 1000跟300你選哪一個 那當然是選1000啦 那提醒大家喔 因為這是悠遊卡的回饋 所以你就不能夠選擇悠遊付 因為這個錢的話呢 他會回饋到你這個登錄的卡片裡面去 那你就要再把它就是消化掉這樣子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悠遊付的話 就是最高五把 這中間的話就是三者自己取其一 提醒大家一下 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做個簡單的教訓 如果你自己還是不知道怎麼使用悠遊付的部分 我很建議你就是先掃描我們畫面上的QR Code 這畫面上的QR Code 其實就是我之前有做過文章跟影片 來跟大家解釋什麼 是天龍之父悠遊付 好不好 那你看完之後呢 你就大概知道要怎麼去做註冊登錄 並且這個使用的部分 那其實不困難 幾分鐘看一看就學一學就會了 我們三倍最新券的介紹 今天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不曉得大家是否有找到自己心目中想要解任務的最佳的決定了嗎 先不管你們自己的決定是什麼 我覺得既然我自己本身是信用卡部落客 但是我都是九戶都拿不到其他的加碼好康 那當然就是從其他的支付業者裡面去找出CP值最高的選擇 對我來說使用悠遊付賺五百塊 就是CP值很高的選擇 那當然第二高的就是 你如果有盡勞卡或愛心卡 就是直接拿一千 刷三千拿三千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先不跟大家廢話了 我就要趕快去解任務了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趕快訂閱 並且小鈴鐺開起來喔 接下來有最新最棒的消息 你都會在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